印越南排華暴動 外交部出了個點子 就是請駐月代表處印紙窩 施台灣人貼紙 讓台商可以貼在工廠門口 不過這個主意讓不少台商質疑說 暴動已經到這樣的程度 貼一張貼紙 難道就能夠保平安嗎 而現在這兩萬張貼紙還沒有印好 結果又被越南毅然海倫心桃 來揪錯錯誤 他說這裡頭標語文法有問題 一般越南人根本不會這麼說 用這個東西來救命 然後你又寫不太正確的話 我覺得真的很危險 越南林志玲 海倫清桃 直指外交部印的 我是台灣人貼紙 文法有問題 越南的不是這樣子翻 這個字應該要帶第二個字 因為我來自台灣才是 對 人 自 來 亂 這樣才對 外交部設計的貼紙 第一句越南文 我是台灣人 第二句我來自台灣 海倫清桃指出 我來自台灣的最後一個字 應該放在語句中第二順位 才符合越南人的語言邏輯 一般越南人不會這樣講 就像我們中國人也不會講 我翻吃了 沒有沒有沒有這樣講 我應該講我吃飯了 救命貼紙還沒印好 已經命運多喘 文法被吐槽 這個點子還讓部分台商反問 政府腦袋難道打了除咒針嗎 發生以後你印都來不及了 他一個晚上就已經完蛋了 從越南返台的台商抱怨 暴動已經發生 根本緩不及急 兩萬張貼紙 目前正由駐越代表處感應中 被點出文法卡卡 有貼未必無保比 只好先貼再說 記者黃燕儀高家甫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